好,在看完了生死段隘之后,咱们一块来看看42课这个课文部分。 先来看一下42课的第一段,请看屏幕。 首先,他上来先说, An earthquake comes like a thief in the night, without warning. 他说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好像深夜里来的一个贼,没有任何警告就来了。 这个白颜色的是剧的主观结构。 An earthquake comes,地震到来。 后面这个like a thief in the night,是一个固定的习语,翻译成不知不觉的,神不知鬼不觉的,偷偷摸摸的,怎么怎么样。 这个不要用at night,固定搭配不要替换。 后面这个without warning,也是一个固定的切词段语,表示这个没有任何警告,某个不好的事就发生了,而且一般多表示不好的事情。 咱们看看里面的一些表达。 首先,咱们看看这个like a thief in the night, 它表示,secretly or unexpectedly and without being seen, 秘密的,出乎人们意料的, 并且没有被任何人看见的,就是我们说不知不觉的,偷偷摸摸的,这个秘密的,谁也不知道,这事就发生了,就好像深夜里的一个贼一样,这个比喻是固定的一个端语。 大家可以当作这个大配不搭配起来。 咱们也是看一些例子体会一下。 The years, like a thief in the night, have stolen what you wore. 这些年来,不知不觉的,就像一个暗夜里的贼一样,那么偷走了原来的你,就是这些年来,岁月悄悄了,改变了什么你的样子,他他他他,反正像罗大佑那歌吧,多年的岁月,这个偷走了你原来的样子。 现在,跟当年大不一样了,不知不觉的,偷偷摸摸的,就发生了,再看一个例子,比方说,innocence slipped away from me, like a thief in the night. 这个innocence在这不发现无辜,就发现天真无邪,不懂的人情世故,像小孩子那种天真。 这么天真无邪,那么怎么样呢,从我身上不知不觉的,就溜走了,就跑了。 偷偷摸摸,不知不觉的,就溜走了,这是固定搭配,叫like a thief in the night,记住,不知不觉的,鬼鬼祟祟的,偷偷摸摸的,这个可以记住,包括后面这个without warning,也可以当作固定搭配来记住,without warning是个借词段语,在剧中一般做装译,叫suddenly,and with no signs that it was going to happen,used about bad or dangerous things, 他是突然间,并且呢,没有任何他将发生的这个迹象,也是突然间,这个出乎意料的,跟着like a thief in the night,有一句痛苦之妙,并且一般都用来指,不好的,或者危险的事情,所以是贬义词,突然的,突如其来的,这个事就发生了。 本文中,地震也是这么一个发生情况嘛,对,咱们也是看一些例子,he blazed up,without warning,他突如其来的,就大光起火,大发脾气,这个blaze本来表示烈火,在燃烧,在这发脾气,blaze后面跟富士up,加了个字母帝,那突如其来的发脾气,那没有任何预兆,就发火了,再比方说,then,without warning,her husband left her, 然后,突如其来的,他的老公,就突然的,抛弃了他,离开了他,没有任何预兆,你看都是不好的事,或危险的事,突如其来的发生,所以本文中,第一个句子好翻译了,这个地震呢,就鬼鬼祟祟,突如其来的,就会发生,就像暗夜里的贼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探测的设备就非常重要了,对吧,所以下面,这个,由第一句话,那么会怎么样呢,我们第二句话说了, 咱们看屏幕,他说,it was necessary, therefore,to invent instruments that neither slumbered nor slapped, 他说,因此啊,这个我们要发明一种,不打瞌睡,不顿不睡的这个设备,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 therefore,这两个逗号中间,是个插入于补充说明,这个 therefore,除非特别强调因果关系,一般可以放在句首,但如果不强调这因果关系的话,而强调这句子的主句的主干,一般可以把 before,这个,这个 therefore,这个放在句中,本文中 therefore,就是一个补充说明成分, 他不强调明显的因果,而是强调这句话的主观结构,这是必须的,那么,it was necessary,什么是必须的呢,前面这个,it和依然是一个形式主语,后面这个,to do,动词不定试,一直到句末,这是真正的主语,就是发明这么一些设备,instrument,多意思, 表示这两个词都是可数名词,然后后面呢,就加一个定语从句,迁套在这个动词不定试内部,既不躲又不睡的这个设备,因为这是指过去的情况,所以整个句子里面用的一般过去试,因为这种设备现在已经有了嘛,在当初,在过去,必须得应该有这么一个设备,现在早就有了,而且比以前老设备更先进,用整个,用一般过去试,对的, slumber跟sleep是近义词,只不过slumber,一般用在文学语气里面,文学语体特别庄严正式,就是既不躲又不睡,就类似躲睡那个词,它比较庄严一些, 我们再看一看,刚才老师说了,deerfore,除非特别强调,与上一句的明显的因果关系,否则一般来说,咱们多做插入语谤的剧中,咱们看几个例子,你比如说, There is still much to discuss, we shall, therefore, return to this item at our next meeting, 他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讨论,所以我们在下次会议时,我们还要返回到这样一个条款里面,继一步去讨论, 这item可以表示,协议条约的某一条款,叫item, therefore,在这儿,没有强调明显的因果关系,就是强调我们下次会议,应该继一步讨论这个事情, 所以放到了差异,放到剧中,没有放到剧中,再比如说, Progress so far has been very good, we are therefore confident that the work will be completed on time, 我说到目前为止,这进展一直是不错的,因此我们很自信,这个工作将会按时能完成, 这个强调的是,我们自信这个工作能按时完成,它没有强调一个明显的, 因为这个,所以这个发生了,不强调明显因果,这个dearful是放到剧中,而不放到剧中, 这个小知识注意,本文中正是这个用法,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看后面这个instrument,老师说了,这个词做名词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大家比较熟悉,在新概念二册就见过,叫乐器, 有的时候也叫musical instrument,大声读一下,instrument, 好,就是表示乐器,咱们复习一下第二册的第十课, 新概念二册的第十课,we have an old musical instrument, 我们家里有一台非常老的乐器,instrument或者写得更全, 叫musical instrument,叫乐器,但是本文中明显是第二个意思, 就仪器设备,尤其表示精密的科研方面的仪器设备, 就是instrument,表示这个含义是老知识的,咱们复习, 在三十二个早就见过,对吧, 一百八十八页十五行到十七行, 一百八十八页的十五行到十七行, 咱们再回顾一下,这讲伽利略, 他的望远镜的观测确实理所应当是不朽的, 他们就指observations了,对吧, 他们在当时激起了巨大的兴趣, 他们有重要的理论上的影响, 我们说过consequence多一次, 这是反映成影响, 毕竟他们令人瞩目地展示出来, 隐藏在仪器设备里的这种潜力, 这个仪器设备用的是instruments, 注意可数名词, 那么复数叫s, an apparatus, apparatus是它的同义词, 也是仪器设备, 但这个词一般是不可数名词, 一般可以做instrument的替换, 但注意哪个是可数, 哪个是不可数的, apparatus一般来说是不可数名词, 而instrument一般都是可数的, 这个注意替换是单复数的变化, 不要错, 还有句中, 这个最后句末的定语从句, that neither slamber nor slept, 这个slamber和slab可以记忆词吗, 都看到是睡觉, 这个slamber大家可能觉得陌生一些, 咱们认识就行了, slabber用在正规的书面语里面, 口语中很少用, 它就相当于sleep, especially peacefully and comfortably, 睡眠, 尤其是睡得安稳, 而且是很舒服的这种睡眠, 叫slabber, 就类似顿睡了, 既不顿又不睡的这个设备, 是这个非常必须的, 下面就介绍了, 那么承接上一句话, 逻辑圆容, 确实呢, 发明了一些设备, 古代的设备比较落后, 但我们看一个slabber的这个立句吧, 下面说, the baby was slambering peacefully, 这个宝贝儿, 正在非常安静的, 安稳的在睡觉, 呼呼的睡, 睡得特别香甜, slabber, 跟那个sleeping类似, 他强调香甜安稳舒适的在入睡, 好, 第二句话完了, 说因此应该有这样的设备, 第三句说, 在过去确实有过这样的设备, 但相对比较简单, 第三句说了, 咱们看平衡, some devices were quite simple, 有一些设备是相当的简单, 这个devices很明显, 就是上一句话里面刚刚出现过的instruments, 这两个都是设备, 但是离得太近了, 咱们不喜欢用同一个词, 所以把这个instrument换成了这个device, 同一词都是可数名词, 有些设备是相当的简单的, 这是过去情况, 依然用一般过去词, 那么, 那怎么个简单法呢, 他举了个例子, 咱们看第四句, 一句一句之间, 逻辑特别圆容, 那他说, one, for instance, consisted of rods of various lengths and thicknesses, which would stand up on end like night pins, 他说, 有一种设备, one, 但是one instrument, 或者one device, 有一个设备, for instance, 比方说吧, 就是就插入语了, 前后都好分开, 他仅仅是有一些棒子, 杆子组成的, 这个rod, 就是个棍啊, 一个杆子, 一个棒子, 像钓鱼的鱼杆, 咱们叫rod, 那么consisted of, 都认识, 有什么什么组成, 多次讲过, 有什么呢, 有这棒子, 什么棒子, of various, various, 各种各样的, length, 长度, thick, 就是粗了, 粗细或者厚度, 在这里有些不同的长度, 不同粗细的, 这种杆子组成的, 这样一个设备, 就是几个棍, 然后这棍怎么样呢, 后面加定义重句, 黄言是to wish, 是到军末定义重句, 它们呢, 是直立, 竖直立在那, 就像九柱系一样, 九柱系就是, 在过去的一个老游戏,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保龄球嘛, 把几个木棍竖在那, 用球滚, 把这个都打倒, 这么一种游戏, 当时几个木棍竖在那, 在这就是竖立的几个木棍, 长短不一, 然后粗细不一的木棍竖在那, 就像九柱系一样, 这个onend是固定的搭配, 在这直立, 竖立, 大家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时间状语, 连续不停的, 那是咱们的三侧讲的, 这是咱们一会儿会复习, 好, 这里面我们重点就看一看, 那刚才说过那个onend, onend, 大家在这里面就wood呢, 在这不是过去将来史, 就过去习惯性的一个动作, 这还是整个是过去嘛, 对吧, 你在consider一般过去就是嘛, 这wood表示过去习惯性的动作, 在就是当时的动气总是这么来放的, 那个木棍总是这么来摆放的, onend有两个意思, 本文中的意思是直立, 相当于upright, 就直立竖着这个意思, 这个用onend, 表示这个含义, 咱们三侧也见过, 咱们先看一个简单的句子, he placed the box on end, and sat on it, 他把这个箱子竖直的放在那, 然后坐到箱子上面, 当凳子这么来用, 还有我们三侧的第二十四课, 贵中骷髅, 讲毛发树立, 也用的是onend,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三侧二十四课, 这个贵中骷髅, 他说, the reader's hair stands on end, where, when he raised in the final pages of novel, 再写, 就看那片段就行了, 当他在小说的最后几页, 读到什么什么的时候, 怎么样呢, 读者的头发从根上立起来了, onend直立起来了, stands站那边, 竖直的站起来了, 就是毛发树立, 这是onend, 第一个意思叫竖直的, 就是直的, 竖立的, 第二个意思也相当常见, 也相当常见, 就是表示连续不停地, 相当于continuously连续不停地, 表示这个含义, 它一般多位于几天呢, 几年呢, 几个月呀, 这个之后, 连续多少天, 连续几小时, 连续几年, 一般用在这个答备里面,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they argued for two hours on end, 他们已经连续的争执了, 大概两个小时了, 争吵了, 连着两个小时中间不停, 连续两个小时, two hours on end, 我们再复习一下三册的第二十二课, 就是数字以台词这个数, 三册二十二课, 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 some plays are so successful, that they run for years on end, 游戏戏剧是这么成功, 以至于, 它们一连上映很多年, 这个, years on end, 也是连续多年, 这是连续不停地, 表示这个含义, 咱们三册还听过, 托福听力真题, 咱们下面再听一听, 看看能不能立刻, 看看这个题, 回起来应该选哪一个, 咱们先仔细听一遍, 开始, 好,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关于Linda这些男人暗示什么呢, 咱们看选哪一个, 好了, 正确答案是C选项, she worked on the chapter for quite a while, 她写这一章, 已经写了相当久了, 为什么选C, 咱们看个原文, 好, 第一个女的说, Did Linda ever finish that introductory chapter? 说Linda写这个书的序言部分, 究竟写完了没有呢?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表示介绍性的章节, chapter表示书里的某一章了, 就是书的序言前沿部分, 这个ever三册讲过, 在疑问局中加ever, 一般发现到底加强疑问的语气, 说Linda到底这一章写完没有呢? 第二个呢, 是I'm not sure, 我也不知道啊, 怎么样呢? She spent hours on end rewriting it, 她已经一连花了好几个小时来冲写了, 一连花了好几个小时, hours on end固定搭配, 这男人暗示什么呢? 暗示写了很久了呗, 一连好几个小时了, 所以answer is C, she worked on the chapter for quite a while, work on, 致力于完成去做模式, work on something, 固定搭配, 这是un end第二个意思, 回顾一下, 第一个表示竖直, 直立, 第二个表示连续, 怎么样怎么样, 好, 本文中说呢, 是stand up, un end, 是直立的, 这木棍直立的, 就像九柱系那样, 咱们看看什么叫九柱系, knight pins就是, 它本身是个不可数名词, 就是这种与游戏本身不可数, 它是a game in which you roll a ball at nine battleship's objects to try to hit them so that they fall, 你看跟当代的保龄球类似, 就是这么种游戏, 在游戏之中怎么样呢, 你滚一个球, 像瓶子一样的物体滚这个球, 试图呢, 把它们都打倒, 你看这类似当代的保龄球, 有九个立在那, 用个球滚出去, 把它都打倒, 而现在那个, 我们说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当时的老的那个设备, 就像这个九柱系一样, 很多木棍立在那, 然后看看地震, 能不能把它们震倒, 好, 下面看第五句, 我们说了, 咱们看屏幕, 它说, when the shark came, it shook the rigid table upon which they stood, when the shark came, 就当一个地震到来的时候, 这个shock, 就是刚才的earthquake, 地震, 地震到来的时候, 这儿的earthquake可以替换, 它呢, 这个it就指前面的shock了, 它会摇晃这个比较刚性的桌子, 这个rigid, 生死中讲了, 就是没有弹性的, 坚硬的, 这个桌子是没有弹性的, 摇晃这个肩固的桌子, 然后再加定义从句, 就是那些这个酒注系的木棍, 立在上面那个桌子, 这个these, 就是上一句话里面那个rod, 木棍嘛, 对, 这些木棍立在桌子上, upon which they stood, this就是thisrod, 这个upon, 我们说了, 这个在书面中, 关系代词做借词比语, 一定要把借词放到关系代词之前, 完全正确, 对, 是这么一个结构, 在这里, 依然是一般过去史, 是指过去的情况, 这是过去的发明创造嘛, 对, 在那个时候, 地震要来的话呢, 摇晃这个桌子, 然后这木棍在桌子上, 然后后面, 进一步说, 在第六, 第七两句, 咱们一块看, 他说, if it were gentle, only the more unstable rust fell, if it were severe, they all fell, 他就看这个地震强弱了, 如果地震很弱, 那么只有那些更不稳定的, 那个棍会倒, 如果地震很强, 那么这个木棍就都倒了, 大概可以测试, 这个木棍, 这个地震的强度, if it were gentle, 这个it还是那个shock, 这个war, 明显用了虚拟器了, 如果这地震要是弱的话, 那地震要是强呢, 不知道是强是弱, 假设吧, 假如说要是地震很弱, 假如说地震很强的话, 在这用虚拟器, 但是虚拟器, 我同学觉得很奇怪, 说老师, 咱们新更年三册讲过, 对于过去的虚拟, if从去不应该用had加过去分词吗, 不应该用if it had been gentle吗,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过去, 英语中的过去, 是看跟什么时候比了, 他这个过去和未来是相比较的, 对于是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概念, 不是绝对的概念, 尽管这个发生在过去, 但是他并没有强调在这个整个语境的过去, 对这个语境来说, 它确实是同时发生的, 就是当时发生吗, 好像把读者带到个纪录片里面去, 我们就正在发生的事, 你看如果强的话是怎么样, 如果弱的话怎么样, 所以其实他用的虚拟, if从去用的是对现在情况的虚拟, 尽管大的语境是过去, 但他没有强调在某事发生之前, 如果在今天说, 如果昨天我要是能遇见他的话, if I had met him yesterday, 那跟今天相比, 那强调在过去, 但是整个这个地震的发生, 这个地震的发生就是在过去, 所以他没有强调在这个事的以前, 所以英语中过去和未来, 不一定是跟今天比, 他看这么一个对照, 是对比的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要把它搞清楚, 一会咱们看更多例子, 然后呢, 主句中呢, 他没有虚拟语区, 主句真实语气, 这个是这样的话, 那么他就会倒, 那跟这样的话, 他就不倒, 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所以主句还是用真实语气, 回归到刚才的大的环境里面, 用一般过去识, 从句用虚拟, 主句用真实语气, 因为主句是个规律性的东西嘛, 对吧, 这样的话会怎么样, 这样的话就会怎么样, 但从句用的虚拟, 这个虚拟, 他用的是与现在情况的虚拟,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虚拟情况, 就是地震同时发生情况, 他没有想到这个点之前的情况, 注意英语中, 过去将来是相对概念, 不是缺对概念, 这个比较讨厌, 就好像我们看记录片一样, 如果现在发生的这个事, 是这个强的话, 或者是弱的话, 怎么怎么样, 把这个看清, Gentle就轻柔的, Sever就严厉的严重的, 地震强弱, 不同他这个杆子倒的情况就不一样, 我们为了进一步体会这个强弱这个概念, 这个相对的概念, 咱们再看一个Economist, 经济学人杂志里面的一句话, 你看这是未来的情况, 但是就用了对过去的虚拟, 咱们看看这句子, 这句子很不错, 这是英语名家, 也是我的好朋友张满胜老师, 给我提供的一个素材, 咱们看一看, 他说, Demographers expect it to take decades for China's birth rate to recover, by which time China may have become the first country in history to have grown old before growing rich, 这就说中国呢, 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政策, 就允许开放二胎了, Demographers就是人口学家, 人口学家预计这个事儿得花费数十年的时间, expect it, to take decades to get it, 这来自expect something or somebody to do, 这个it是形式编语, 它的真正编语是, For China's birth rate to recover, 动词不定是, 是真正编语, 前面的For China's birth rate是动词不定是, 罗旧主义, 就是让中国的出生率要恢复到正常状态, 恐怕这个事儿得花好几十年的时间, 别看开放二胎了, 现在出生率还是太低, 恢复到正常, 恐怕得几十年的时间, 到那个时候, 到恢复正常的by which time, 就是到中国出生率, 恢复正常的一个时候呗, 怎么样呢, China may have become the first country in history, 中国可能会成为历史上的这么第一个国家, 注意may have加过去分词, 这是我们知道与过去情况的一个虚拟, 如果与过去情况相反的情况, 我们是if从去用had加过去分词, 主句中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或者用may加have加过去分词形式, may have加过去分词, 是对过去的假设, 但是这个是未来的情况啊, 为什么may have done呢, 因为这个未来和过去是相对的概念, 中国出生率恢复正常, 本来就是未来, 但是在那之前, 在这个点之前, 对这个点来说, 它是过去, 所以这种may have become, 为什么呢, 因为在人口出生率恢复正常之前嘛, 这个事嘛, 对它来说是过去的, 所以尽管对现在我们正在发生的事来说是未来, 但是对这个时间点来是相对, 它是过去的, 对吧, 历史第一个国家是什么呢, to have grown old, before grown rich, 未复先老的这么一个国家, 你注意, before growing rich, growing rich变得富有, 中国现在总体来说, 并不那么太太富裕, 所以变得富有是未来情况, 但是之前呢, 就会先变老了, 中国现在还没有变老, 所以变老和变富都是未来情况, 但注意, 变富发生了更靠后一些, 所以这个变老是在变富之前, 所以你看动词不定适用的是to have done, 我们说to have done, 是强调过去的情况, 但为什么未来情况也用强调过去情况呢, 因为这个过去是相对于变富之前的, 变富之前先变老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两个都是指过去, 但是这个过去都用的是未来的事, 为什么呢, 这个过去是相对的过去, 那么may have become the first country, 这是对于出生率恢复来说, 它是在出生率恢复的以前, 它的过去, 这个变老相对于变富来说, 它是先发生的, 所以这两个黄颜色的都是相对的过去, 尽管对绝对时间来说是未来, 而本文中这个if it were gentle, 尽管对我们现在绝对时间来说是过去, 但是对文章的语境来说是现在, 那地震就是正在发生吗, 它没有强调是在这之前的情况, 所以这个英语中, 现在还是过去, 咱们不要看得太矮板, 它是活活泼泼的, 是相对的概念, 而不一定是绝对概念, 这个把它弄清楚, 就是如果这个地震很弱, 这个更不稳定的, 这个木棍会倒, 如果要是很严重的地震的话, 那么就都倒了, 好, 后面下面看第八句, 它说, 因此这些木棍子, 这个thus是副词表示因此所以, 然后这个两个多号之间的, 就是这个by falling and by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y fall, 这明显这一大堆, 带下号线的习题字是方式双语, 就通过它们的导调, 和通过它们导调的这个方向, 就向什么方向来导, in which they fall, 是定义从去修饰这个direction, 注意在这里名in which是对的, 因为in什么什么direction, 是朝向什么什么方向, 向着这个方向导, 那它用它, 那么怎么样呢, 然后把插入也可以去掉, 那the rule recorded, 那就是它主意这个棍了, 怎么样呢, 它记录了, 记录什么呢, 大家注意这个for the slumbering scientist, 就为这些熟睡的, 就是没睡醒的这个科学家记录了, 这个是壮语前置, 因为record它后面应该有冰语, 记录什么东西呢, 你发现记录东西太长了, the strength of the shock that was too weak to weaken him, and the direction from which it came, 这是recorded的冰语, 而壮语for the slumbering scientist, 比它要短得多, 所以又出现了极无动作后, 先家壮语后家闭语的情况, 这个情况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对吧, 极无动作后未必先家闭语, 因为闭语太长了, slumbering就像是sleeping了, 正在睡觉的这个科学家们, 然后什么呢, 记住第一个是这个震, shock,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earthquake, 地震的强度, 什么地震, 后面再在定义重剧, that was too weak to weaken him, 黄颜色定义重剧, 修饰了一个shock, 他关于带词that, 在定义重剧当主语来用, 就太弱, 而不能把科学家吵醒的这个地震, 并且还记录什么呢, the strength跟后面的direction是并列的, 还记录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 就是地震是从什么方向来的, from which it came, 这是in which, 这是from which, 为什么, 因为in跟direct搭配是朝向某个方向, 而from跟direct搭配是从某个方向, 从某个方向, 注意, 这次不同, 含义完全不一样, 咱们看些例子, in什么什么direction, 记住, 是向某个方向, 你比如说, Tony glanced in her direction, and their eyes met, Tony向这个女孩子的方向, 扫视脸, 并且他们四目相对, 四目相接, 目光碰到一块了, 向她的方向, in her direction, 再看一个例子, The girls pointe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这些女孩子, 向相反的方向指过去, 向相反的方向, 叫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不要用to, 但是用in, 但是从某个方向呢, 用from, 所以, 这个语言习惯, 没办法, 见一个记一个, 从什么方向, 用from,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there was a loud scream, from the direction of the children's pool, 从儿童泳池那个方向, 传了个大声的尖叫声, 可能有孩子溺水了, from the direction, 从什么什么的方向, 注意, 这一段跟老师就看到这, 出土匙中的偏有趣, 我们的主持人事手的不处于不是过来, 太明 , 那是这个女孩, 员现在是一位美串的男人,